我記得2008年的時候 是我一個最開心的一年 但同一時間 亦都是我最擔心的一年 個原因就是 當時我兩個女兒出生 而在那個時候 我是失業的 我是沒有儲蓄的 我看著我兩個女兒 我一來很感激 因為我不期待我Brian 是會做到爸爸的 我是想都沒有想過 我看著他的時候 我立刻跟自己說 我怎樣可以給他們一個生活 當時的心情就很複雜 很擔心很擔心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有一次我認識了一個朋友 他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就說 我要改變你一生 其實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因為他看著我他說 他叫Brian 他說你明白嗎 他是一個人 就好像一本書一樣的 這本書就是 第一張 每一頁 每一項 每一個字 是可以怎麼寫出來呢 是你的選擇 他說我明白 現在 你很擔心 很惆悵 很迷惘 我是 但是他說 只要你現在 你開始 將你這本書 再繼續寫下去 這個內容 是你自己編排出來的 他問了你覺得怎樣 你會不會 是將你的人生 寫得精彩一點 那我當時又說 我突然之間 那個感覺就是 我沒有想過 原來我們人生 是可以由我們自己雙手 寫出來的 在那一刻 他說我將會 改變你一生這一刻 說了這個 這樣的 比喻出來給我聽的時候 我突然之間 是 整個醒了 在那一刻之後 我真的明白 原來我們人生 是可以無限制的 我才是真心 是接受這件事 那 用了很多時間 你 搞自己的思想 處理自己那些 內在那些負面聲音 改變自己怎樣看 這個世界的角度 那慢慢慢慢慢慢 走一條路出來 那我跟我自己說 我說 如果我現在已經做了一個父親 我是有一個責任 是不是一個好的生活 我兩個女兒 那我在那一刻 我已經不會再 問我自己喜不喜歡 是不是很辛苦 是不是很舒服 我說 No 我既然本書 每一頁 是任何寫的時候 我就要由 我這一刻開始 是寫到最精彩的位置 那我就將 我這幾年怎樣 由一個健身教練 平平無奇健身教練 怎樣是慢慢走 走到這一步 現在 是做為區內最頂尖的激勵演講家 收入亦都是最高 亦都可以是 在每個地方 我接觸到數以百萬計的人 我看了一會兒 我看了一會兒 其實怎樣可以做到的呢 就好像剛才我跟自己說 我的人生 接下來每一頁 是發生什麼 我自己寫下去 那我就將 我現在 我所認知 人生是可以 怎樣走的這條路呢 我將這個整個想法 擺在 我一個 未來將會發生的 二十一日 極速挑戰那裏 如果你現在你的生命 唯一你的生活 是跟我之前 都是迷惘的 在谷底的 不知道怎樣處理的 參加這個二十一日 極速挑戰 因為我在裡面那裏 我會每一天 我會給你一個挑戰 就好像當時我怎樣挑戰我自己 是寫一個新的故事出來的那樣 我就會帶你走出你那個有限的思想 還有怎樣是 扔開你對自己猶疑 發掘應該屬於你自己的將來 你應該的收入 你應該的自信和自尊 那過了這二十日之後呢 當你看著看著 你會見到一個 有一個很迷惘 去到現在一個 很知道人生方向的一個 你自己來 所以不要浪費你的機會 你看到周圍 上面有條連結 或者下面有條連結 你按下 你就可以參加到 我想每一天 就會是 好像拖著你的手那樣 霸佔著你走這條路 OK 我希望在這個 有一天挑戰那裏 見到你 對 我希望你這裏 我希望你